射擊選手吳佳穎 射擊選手杜比茲 我們看到這麼多位的優秀的運動員在台上幫我們打卡 每天還像熱氣球一樣代表台灣的體育加薪都想過熱氣球一樣一直步步高升日常加薪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組織條例的立法經過一年的籌備總算在今天正式成立 當然在這40年來我們確實也看到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本身設備的老舊 我們算在去年已經完成我們預計在未來幾個月完成業重工作之後 就能提供給選手一個更優質的一個訓練的場地跟環境 不過除了這之外我們也目前正積極籌備第二期的計畫 針對有關於運動科學運動醫學游泳池以及相關選手的住宿環境的一些改善 我們希望能夠在第二期的計畫能夠順利的完成 讓整個國家優秀運動選手的培訓的工作 能夠在這一個這麼優質的環境裡面順利的完成 我們第二期的計畫另外呢16公頃能夠把整個的園區呢 變成一個世界級的園區 實際上就在最近這幾年我們國內外都有選手在這裡訓練 來自新加坡來自大陸的選手都有到這裡來 實際上呢我們已經是一個邁向國際級的訓練基地 如果能夠把整個的運輸出之後呢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訓練出表現更好的選手 律動國際競爭率 為全部裡面達到一個新的對比 恭喜